作曲 李宗盛 其實對我而言 我是每一個人做一個工作 是因為某個人的影響 那我是我父親影響我 然後他很喜歡棒球這個運動 我是從小從國豪四人級開始 參與這樣的一個棒球的一個工作 我記得我在國二的時候 然後中華職棒成立 然後我一樣跟球迷一樣 我熱愛棒球 我買票或者換學生票 我到球場為我喜歡的球隊加油 我當時很喜歡兄弟隊 那我也很盡興我來兄弟隊 然後也被兄弟隊肯定認同 拿來這邊 因為既這樣子 其實在比較 還沒成立職棒的時候 我只有一個夢想 我想去日本打球 因為日本有業餘的球隊 也有職棒 那台灣的一個出入的機會很少 只有兩支球隊 大概只有和庫 台電 然後大家都擠破頭想要進去那個球隊這樣子 可是對我而言我一直想說 如果有這個機會的話 我想要試看看 可以去日本或美國這樣子來打球 當國二中華職棒成立的時候 我就想 台灣有一個這麼棒的一個舞台 然後可以造就很多台灣的選手 可以在台灣的職棒上來打球 然後我最後一個夢想 我要留在台灣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那最後想到有照一日 我要站在這個職棒舞台 然後有一番的成就 然後發廣發樂 我喜歡這樣子 我讀大學的時候 就是常代表國家隊去國外比賽 那我想 就是在這段時間讓所有 可能讓所有球團都會看得到 我們的成績 然後大家會開始討論 這個人 然後怎麼樣方法 然後我們來網路這樣的一個選手 以前沒有選秀制度的時候 對 那我呢 我其實 就是 小時候就很喜歡兄弟隊啦 所以我會想說 有沒有這個機會來到兄弟隊 所以 是 很幸運的 就能夠來到兄弟隊的感覺